大家好 我是小菜花 今天和大家分享豆芽好吃简单的做法 把买回来的豆芽换水 多清洗两遍 再捞起沥水 接着再洗上一些同好菜 换别的青菜也可以 沥水再用 准备一些蒜 鸭扁 切水 要点辣 切三个小米辣 不能吃辣椒也可以不放 锅中水烧开 放进豆芽 把豆芽烫熟 豆芽烫软断生后夹起 控水 锅里的水再次烧开 倒入几滴油 再把同好菜放进来 把同好菜烫软熟后捞起 控水 热锅下油 放进蒜和小米辣椒 热锅下油 放进蒜和小米辣椒 小火扁香 接着放进适量生抽 适量蚝油 小火翻炒均匀 关火 再把刚才烫好的同好菜 豆芽放进来 接着放进少许盐 再把它们拌匀入味 锅比较大 放在锅里拌匀更方便 今天好吃简单又下饭的豆芽 拌同好菜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分享 收藏 点赞 请不吝点赞